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会儿 领儿一楼上一楼下 一语还要跟别的爷男人挨住 你不知道 以后把酒放干净点 要不然我揍你了 过来 吃饭吃 真似给你一块儿记住 那我不吃 就这样啊 赶紧的 好 这么多人呢 你过来干吗 我就想问你 为什么就连李哥都能搬到你们宿舍去住 为什么我不喜欢 你小点声 你说我不行 李哥不是跟我们住一起 是跟你吴教练住一起 可以呢 我你们不要了 你完全可以在你的宿舍隔壁帮我弄一个房间 李哥情况特殊你也知道 吴教练那事实在没办法 我怕看不住他 你觉得你能看得住我 你多乖啊 我看不住自己也不可能看不住你 你呢 行了啊 别伤小孩的脾气了 我忘了那天怎么答应我的了 我当然记得了 但你也要记得你答应我的事 我答应你什么了 短匹队 离短匹队的人远一点 行行行 没忘没忘啊 放心 我心里有数 以后 刚刚这么多人练了 我吃了别老过来找我 影响不好 那我 想着可以回去吃饭去 吃饱了 吃饱了就出去转转了 来 来 来 干什么 我这心里还是觉得不踏实 毕竟是第一次比赛 时间已经任务重了 准备工作你看看 还有什么没做到位的 然后咱们训练计划也在里面 看看有什么咱没想到的 或者是漏掉的东西 我可是立了全力创 教练好 教练再见 几个意思啊 我吃多了 让他给我拿了酸奶